哈喽,又来到了我们最喜爱的拯救拯救者环节 今天登场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R9000P2021款 先来看一下机组的故障描述啊 打游戏时突然黑屏,然后开不了机,电源紫色灯也不亮 哦吼,有点不太妙啊 电源紫色灯都不亮 要知道这款比较常见的虚汉的话 起码灯是能亮的呀 打游戏的时候突然黑屏 哦,那应该是主板短路了 短路可不是小事啊 特别是对拯救者来说 因为它的电容质量还是蛮好的 电容一般不会轻易的机窗 这一款短路比较多的就是显卡烧了 也就是最害怕的显存供电机窗 拆下传递器咱们可以直接来测量一下 这还是3070的显卡 显存供电就在显卡的右上方 那两个小电杆 咱们直接用二级光碳测一下它的对立组织 完了 为二 那量了呀 然后再测一下公共点的对立组织 也是二 上管机窗 左边这个MOS管机窗了 相当于公共点的奥斯福直接冲到显存供电里面 显卡显存一套全部报销 3070啊 悲剧啊 我能怎么办 我也很绝望啊 本来看到这一款我还是蛮高兴的 还以为是哪里虚焊了呢 毕竟这一款虚焊的非常多嘛 旺旺没想到啊 直接来个机窗 这种就没啥搞头了 还是像我这种修CPU虚焊来的痛快 左一个CPU 右一个显卡 无论是黑的还是蓝的都逃不过黑胶引起的虚焊现象 那来都来了 还是想办法修一下吧 拯救一下嘛 这个显卡呢 是暂时不考虑换了 咱们可以给它考虑改用机显 它显存机窗 八个显存全部取掉 然后把供电给修好 核心不能拆啊 核心还得留在上面 因为要让它识别到 因为这一款比较坑爹 它如果识别不到显卡的话 是会自动关机的 为什么不换显卡呢 因为这个3070的成本比较高啊 当一个核心 就要将近1000块钱 加上显存以及维修费 那就奔2000去了 这电脑才多少钱 好的也就3000多吧 除非真的是很有感情 不然的话没必要换啊 改完之后 咱们再来开机看一下 现在不就可以上电了吗 OK 有显示了 是花瓶的 核心还没有彻底损坏 还能识别到 那我们直接进bios 给它切换到混合模式 让它用极显来显示 OK 妥了 3070还能识别到 改了极显呢 使用上面也没啥区别 不过就是显卡用不了了嘛 游戏玩不了了 当时还可以上上网页 刷刷视频呀 游戏本 秒变半工本 这个CPU 实力也蛮强的呀 看隔壁的这个同款电脑 人家就没这么倒霉 老老实实的虚汉 本本纷纷的重置 那么除了CPU虚汉呢 它的显卡 虽然说没有直接击窗 但是也有花瓶的可能性出现啊 比如说现在这几台 全部都是显卡花瓶 屏幕上有线条或者是斑点 连花瓶的样式都一样 这些呢都是19款的拯救者了 像这种花瓶的话 重置一下还是有拯救的机会啊 它如果是机窗的话 那就都没必要救了 说到花瓶 那咱们就不得不提 这一款的20系列的选考了 这玩意儿谁研究的呢 除了开机就花瓶的故障现象之外 还有一些烤机时可能出现的花瓶 像这样 直接就花瓶 然后就死机了 看到拯救者 就不得不提一下我们亲爱的小新了 这款电脑在两年前那是相当的火爆啊 现在逐渐凋零 应该是被修得差不多了 这个什么LTS low开头第二节尾的焊接工艺啊 配上AMD的CPU 那真是绝了 如数加征 又来一台拯救者啊 这一台你看人家灯能亮 但是屏幕不亮 键盘的背光灯也不亮 一看就是不上电 典型的CPU虚焊 虽然电脑坏了有点倒霉 但好在这种情况修复率还是蛮高的 朋友们好啊 今天我们又来挑战一张AMD的显卡 这是一个AMD的RX6700XT 说是点不亮 不开机 不愣卡 我最近这个6600 6700坏的这么多呀 这个月接修了有大概几十张了 看一下今天这一张能不能轻松秒杀 能弄卡 卡B2跳不过去 这丑着就像是显存方面的问题 亮是不指望它亮了 我把这个线插在极显的位置 极显是可以正常点亮的 进系统来看一下这个显卡是什么个情况 是可以弄到显卡的 设备管理器里面呢 是报错代码443 很熟悉的43了 但是呢 我喜欢N卡的43 A卡的43 我是不太喜欢的 来都来了 测一下显存吧 看一下是哪里报错 测试的结果呢 是E通道 E组报错 众所周知 这种AMD6系列的显存 它都是一个显存一个通道 所以呢 E0和E1代表的就是一颗显存 那我直接给它拆开来看看吧 拆开上了去 哦哦 修过了这张卡 核心四周有一圈很明显的焊油 看一下显存 好吧 显存也是换过的 核心显存全部被干了一遍 而且呢 我从侧边底下一看 这个吸球也不是原厂的吸球 芯片都是厚焊的 我问了一下卡组啊 他说这个之前修过 但是当时修好了 所以呢 跟这个故障没关系啊 E组呢 这里怎么还被刮开了呢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6700的显存排列分布啊 它跟恩伟达的不太一样 跟6800的有点相似 同样呢 它都是逆时针鼠啊 第一颗呢 是从C开始 C D E F 然后是A和B 爆出的E通道呢 就是右边 上面这一颗显存了 这个显存我从底下看了一下 发现这个显存底下的吸球 应该是有迁的吸球 这个显存可能是 之前维修的时候重植过 那么众所周知 有迁的吸球是比较容易虚焊的 那我有没有可能减漏呢 它这边被刮开过 这个几个数据线 我挨个打了一下组织 也没打出来什么名堂 组织都是正常的 那准备对它的显存下手吧 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 那我先放一个纸巾在这里 有迁的显存还是比较好拆的 风枪上去换两下就可以推动了 推动之后就可以取下来了 干巴巴的里面没有焊油 下面我们试着把焊盘给清理一下 打点焊油上去 方便拖锡 还是一样用锡线把焊盘给拖平整 显存这边也是一样的卢法炮制 显存就先不换了 给它重植一下吧 这个显存的程式还是挺漂亮的 没有发黄发黑 重植一下应该能行 视频里也提到过很多次这种情况了 都是有迁的显存 虚焊 然后拆下来重植搞定 给它重植成无迁了吧 摆好吸球之后用风枪加热 好 显存我已经止好了呀 准备把它重新再焊回板值 焊之前呢 也是一样往焊盘上面抹一点注焊剂 将止好球的显存 重新贴桩回去 OK这个显存已经焊好了呀 从侧边我们观察一下它底下的气球啊 粒粒分明 非常的漂亮 好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OK了 再来上机看看 诶 弄啥了呀 又卡B2 这 这不对吧 跑测试呢 还是一通道爆出啊 那这我心态崩了呀 显存我也重植过了 哎呀也不能放弃 还是给核心给加焊一下吧 因为它核心也是有签的希求啊 不出所料 加上完核心之后 掏身依旧 还是这个一通道在爆错 我又一次把它拆开 看了一下 这个板子上面就这么点东西 显存出来就是核心 显存重植了 会不会是显存坏了呀 换一个试一下 我准备了一颗显存 准备把它的一通道显存 给换掉试一下 卧槽 意料之内啊 意料之内 因为它原来的那个显存 成色也挺好的 我感觉应该也不像坏了 显存的外围一些电路啊 我之前我也查过了 都是没问题的 那几个电阻的组织 也都正常 显存也换过了 核心我加焊了一下 咱就是说 这种情况有必要给核心 试着重植一下吧 因为它以前也是重植过的 也是用了没多久就坏了 看来这张卡 今天我是修不好了 就算是要重植核心的话 我好像也没有现成了钢网 不过各位观众觉得 这种情况还有必要重植核心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